嗨 大家好 我是阿借 欢迎收看今天的阿借信仰之旅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竹户华山殿的故事中吧 我问一下 这里的立宿台是怎样 这里的主持是林靖王 他就是竹元璋第八四孙 第八四孙 他当时应该是林末清初 正成功的时代 因为正成功那时候叫袁平王 他叫做林靖王 当时他就从澎湖一直攻打过来 到台湾赶走荷安人 因为他要反清赴隐 所以当时林靖王就是 当时的好像是永利皇帝宝 受封为正成功的监军 然后他就是朝廷派过来的 当时的正成功 因为他要反清赴隐 一定要有一个明朝的水桶 当时只剩下他而已 所以他要反清赴隐 才有正统 所以他就接他过来 过来的时候 那个正成功已经 正成功在这边 在台湾一年两个月就往生了 就变成正经这一管 正经就盖了一座 叫做林靖王府 在台湾 现在的大电号店 对 这里是他的庄园 这里是他之前的庄园 对 他去办公室在台湾 然后他就会回到这里的庄园 开墾这里 当时的那个农地 开墾他就跟当地的农民 他就要收那个税珠嘛 收完 改给农民的农民 其他的他就是 就是用于那个 林靖王府内的开销 如果有多余 他还是会 发给那个在地的农民 所以就在地的农民 才会称呼他为老祖 老祖 老祖 他的由来就是这样 因为在明朝 就是那个坟墓 没有挖到就是他 还有一个好像台南县 还有一个叫郑永华 就是当时那个 郑成功的总制 总制就是替郑成功 在管理我们台湾内政的 那个郑永华 那个野史叫做 鹿顶记里面有一个 天地会总舵主 陈俊兰 类似有这种传说 他那个坟墓好像在台南县 那个电视有报过 明朝的时代 目前就是他的坟墓 因为他是自杀的 他不愿意投降 因为政经 那个施朗攻打进来 因为明朝的皇室里面 都选择自义 他们不会投降 因为他是代表明朝的皇室 所以他一样是选择自义 然后他就把这些农民 叫到台南去 把那个当时 分给他们去耕种的农帝 把那个族约全部烧掉 因为怕清兵攻打上来 会把这些土地收回去 那他就把这些土地 就挖放给本来在耕种的农民 他还有一个太太 其实是两 应该是两个妃而已 三个那个四人那种 因为他有跟他讲 因为清兵攻打进来 林俊宏是教他们快走 他们不愿意 他们选择不要离开 就跟林俊宏要了五条白色的金 也是选择自义 所以林俊宏就先给他们 后世办一办 把他升格为非 这是现在的台南的五菲庙 以前叫五类木 这个是近代史 像我们这里 以前都师木鱼 师木鱼就是 你们都知道是郑神宫 他讲话那个口音 以前在海上抓到那个鱼 他问渔民 这个是什么鱼 然后就才叫做师木鱼 下来这边 还有我们这边沿海 河南时代 星达港叫遥港 河南时代 那个地土 那个时代去查都有 然后再变更为星达港 因为这边靠海 也有靠这些农地 因为在这边抓到那个鱼 要开始养殖 养殖以前没有那个 没有像现在有那个重机具 可以挖一挖 当成那个鱼蚊 以前都用竹子 一直叉叉叉叉叉叉叉 竹子跟竹子就有缝隙 就是藏草切草 它可以变成火水 然后这个地方才叫做竹户 竹户的由来就是用竹子围起来 成遗温 成一个户这样子 对对对对 就是像好像朋友也有一个叫石户 上心石户 他们是用石头 这也是用竹子 所以这里才叫做竹户礼 就是这样我们这里的由来 那他死后这间庙是怎么来的 他死后 因为当时清朝的封进来 我们这里的农民 他叫我们的农民去 把他自杀之后把他棺材抬回来 种下去不能种树 也不能用石头 都不能有记号 就是 刚才那边有那个图案就是农民回来 开始是做一百个 只有一个真的 但是他都不能有什么记号 所以当时是种在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那边有一个灵精王牧 当时是有去开挖 挖起来 以前高雄有一个故事叫做 以前高雄叫做打狗 对对 以前爆的时候是爆打狗 那个空关米 就是要挖灵精王 挖起来 一个米就是没有确定 但是 但是不能说空关 因为里面也是有 有那个残台 那个人的 那个尸体 那个是不能确定 他是灵精王而已 但是不能说空关 是有 但是是不是灵精王 不是 到最后 这里的人就把他 大概 就列为 那也就是 灵精王牧 其实好像是山脊的 土地吧 在湖内那里 那以前这里也是 这里族户里 现在是鹿族区嘛 以前是湖内 湖内乡 因为那个行政区 后来划分 划到我们这里 变成鹿族 嗯 那我们就会盖面 是因为当时 以前那个神 我们这里农名 把他雕刻 就这样拜啦 不敢让清兵知道 以前不能拜拜 以前都自己轮流 我们跟一般的农民 那我们拜自己 实际知道 不能讲出来 以前在拜的时候 都叫做王爷 王爷而已 他不敢叫灵精王 因为怕清兵会知道 他跟正成功 他那一条路 叫做开山路 也是那时候 因为正成功有被清兵 把坟墓挖完带回去 那我们这里叫华山路 这两个路名 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 一个叫开山 叫华山 有来不知道 那个灵精王 那比较慈碑那种 那个皇室的人 以前叫做东陵 这边叫东陵 台湾大天后宫 它前面有个大慈碑 叫东 东飞吧 还有一块大的 叫灵精王 那个大慈碑 以前叫天飞 为什么会升格为天后宫 就是从那边的游来开始 因为施朗攻打进来 他就是要占那个灵精王府 当时那好像是崇祯皇帝 那清朝 他有听到消息说 他好像要占 过来这里要为王 因为他要攻打进来很难 到那时候是 妈祖显灵 帮他海上的风浪不要那么大 他才能攻上来 要不要让当时的皇帝 误会他要在台湾为王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当时的皇帝 就把他升格为天后 以前那个 马祖才天飞而已 就是有这个灵精王府的故事 跟施朗 才会升格为 现在我们台湾很多天后宫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了解 大哥这边当地有什么 就是故事 就是流传下来的故事 就是这间庙盖完之后的故事 盖完之后 嗯 那个都是野史啊 不是正史啊 都是老一辈子这样传说 传说啊那个 那个 那个越传越 越正确啊 所以那个我也不太想 因为讲那个 对没有奔进你的主导 对啊 嗨大家好欢迎回来 我是阿借 去完这间 明宁静王的历史文物馆 也就是 祖父华山殿 那这间华山殿很不一样的是 他的祖神 宁静王的历史 是非常的悠久 也是可以考究的 宁静王在世的时候 他名称称租树柜 那大哥也跟我讲到 最一开始的时候 这间华山殿 一尊宁静王的神像 然后他有给我这个简介 这个简介里面有 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这一尊 好 这一尊神像 是最早摆放在 华山殿里面 那大哥后面有跟我说 他的故事就是 他的神尊是一开始 中间宁静王 旁边两个忽畏 那当时他是 庙里面 华山殿里面最老的神像 然后当时就是 他被偷走了 就剩下一个 拿着浮沉的那个 就剩那一尊室卫还在而已 那后面是重新烤漆 大哥跟我说 那那个小偷 当时是 一手抱一个 寧静王 然后另外一个侍卫 因为他只有两只手 没办法抱第三只 很可惜的就是 这尊 神像被 偷走了 那网路上还有照片 就是 刚刚各位所看到的 那大哥有跟我说 他们的委员 之前有去 南投的一个博物馆 有看到 一尺这尊神像 很像 神尊下面就写 朱树桂 也就是宁静王在世时的名字 朱树桂三个字 那有猜测说 这尊有可能是 以前华山店的宁静王 他有给我这个 宁静王的简介 里面都很详细的记载说 宁静王什么时候出生 宁静王在世 然后也有说 他之前跟这个 台南普济店 之前叫做 台南普济公吧 那后面是 宁静王给他封为 台南普济店的 这个简介 如果大家去的话 可以跟大哥拿一下 这个简介真的 讲得非常详细 这间庙真的还不错 就像是在 去听故事一样 那现今还有匾额 就是这个 这两个 这两个在台南都看得到 一个在台南的北济店 存用宁静王所书的这个 威林赫义 如果去台南的朋友 可以去北济店看看 那去华山店的时候 也可以去 他们请供乡 金子旁边 那边有一个饮水机 饮水机旁边有一个平安符 就是大家可以在那边请供 然后他就是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这是宁静王的神像 这边写华山店宁静王 然后背面 背面是写租户华山店 然后有个八卦 八卦太极图 然后写安平护生 不是写 是写护生平安 才讲错了 大家去的时候可以请供这个 这个 这个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 还蛮漂亮的 那他旁边还有一间历史博物馆 大家可以进去看看 上面都有壁画 还有一些历史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那我是阿杰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 阿杰欣养之旅 如果有喜欢我的话 请帮我按下订阅按赞分享 如果还想再看更多不一样的公表影片 请持续追踪我 我是阿杰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老历养之旅 哪不 Robinson 还是呀 大家想再加上